那我们经过两个星期又回来 我们开始继续我们希伯来语课程的学习 那因为过了两个星期 上次课的内容已经隔得比较远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对话的这个课程 我们还是先听一下语音 让大家有一个复习的过程 然后我们再把它整个来读一遍 上次已经练过 但是过了两个星期 我想大家可能都生疏了 内容我们在两周之前都学过了 而且练过了一遍 Peter Zot H.T. Saga Peter 这是我的妻子Sara Sara Shalom 你Peter Sara Sala吗 你好我是Peter Sara Shalom Peter 这个就是你好Peter Ata Haviv Kollega Sara David Nachon 你是大卫的朋友 也是他的同志 对吗 Nachon 大家应该还记得 Nachon 就是正确吗 Direct 这是一个网上的这个音 所以它是一个问句 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问对方 Naimeo 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很高兴认识你 And Naimeo Leha Kiyosoft Sof 真的 很高兴 终于认识你了 这个Sof Sof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Finally 终于 最终的一次 好 我们再听一遍 然后我们就 开始 我们跟大家来 试试 来读一下 Peter Zot H.T. S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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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om אניPeter Pieter Shalom Shalom Pieter La Tachaveh Vikfolega Shed David Nachon Naimeo And Naimeo Leha Kiyosoft 好的 那我读了一遍 然后录音 我们也听了两遍 整个 这是送期的课程 好 我们今天 让大家的记忆力 让大家好久没有练的嘴巴 也都锻炼起来 我们 会先来 朝日读一下 好的 那我们 这个 节前的学习内容 我们就 复习到这里 今天我们要开始 新的内容了 那 今天内容 我之前很早就想 大家学习 但是这个内容比较简单一些 所以我们回到节后呢 先从简单的入手 因为内容相对比较少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视频 总共有好几个视频 我们先把第一段 第一段一个对话 学会 然后我们进入到讲解当中 先看视频 我们先看视频 从一桌子里 你能够 encontramos 工程 that you'll use in real conversations. In this lesson, we'll learn conversational phras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s your mother? After watching this video, you'll be able to talk about well-being and ask how someone is doing.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some conversational phrases. Listen to the dialogue. ما שלום אימה שלך? שלומה טוב. Once more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מה שלום אימה שלך? How's your mother? שלומה טוב. She's fine. First of all, you'll need to learn how to say, How's your mother? That's מה שלום אימה שלך? Listen to it again. מה שלום אימה שלך? מה שלום אימה שלך? This Hebrew sentence literally means, What is the well-being of your mother? But it translates as, How's your mother? in English. Now, how do you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pattern is, שלום אימה שלך. For example, She's fine. שלום אימה של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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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先把第一个看完了 把第一个看完了, 我们先把他的单词抄写一下 好的, 那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刚才视频当中只有英文, 没有中文, 这个是问候家人平安, 我们在这之前把这个课件也发给大家, 大家之前看过的就知道, 就是问对方, 你的妈妈现在好不好, 这个问 שלום的, 变成שלום的, 现在我们读的里面, Marshalום אימה שלך. 基本上呢, 正单词不多, 我们先看一下单词表, 然后我们再具体讲解,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对话, 就是问你妈妈现在好不好, 她现在不够, 这是整个这样一个对话的过程, 那我们先抄一下单词, 好, 刚才第一个视频当中, 我们今天的课程有几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当中, 我们是讲了这个对话, 那后面的这几个生词,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呢, 在第二个段视频当中会有介绍, 没关系,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全部都抄写了, 因为整个课程当中的生词不多, 好, 大家抄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练习, 那第一个词呢, 其实大家平时抄的时候, 我们平时写shalom, 它是一样的评写,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复合态, 什么叫复合态呢, 就是它是用来修饰别的词,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单独出现的, 所以刚才我们在问题当中提到的是, 问你的妈妈的平安怎么样, 这个问题直译过来, 所以, 就不是shalom, 在这里就是shalom, 是谁谁谁的平安, 所以在这里面, 单词表当中所写的叫什么什么, 复合态, 复合态, 一般都是两个名词叠加的时候, 其中的一个名词呢, 它就用复合态, 我们以后会学到更多, 比如水瓶啊, 那又有水, 又有瓶子, 那个瓶子那个词呢, 就要变成复合态, 之前我们学过啊, 像这个学校, 学校它的直译过来是书的加, 这个bite是加, 是吧, sifer是书, 但是学校呢, 是我们学的是bite-sifer, bite就是bite这个加这个词的复合态,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 所以bite-sifer, 这个bite就是复合态, shalom也是一样, 那谁谁谁的平安, 谁谁谁, 他的状态怎么样, 啊, 现在好不好, 那这个时候shalom呢, 就变成shalom, 只是拼写呢, 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抄的时候应该注意到, 这个拼写也是shalom的拼写, 只是在这里面呢, shalom, 这个啊的音就没有了, 这是shalom, shalom, 这个,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啊, 就这种西伯来语, 或者词, 有一些, 员音消失的这种状态, 我们在学, 三, shalom, 是吧, 三个shalom, 然后后面的时候, 三词就变成shalom了, 前面那个啊, 也就没有了, 所以这好多词, 它都有类似的这种变化, 这个一样, shalom变成shalom, 所以这个词, 虽然单词的拼写一样, 但是读音有变化, shalom, 第二个词是shloma, shloma, 这个呢, 这个是他的平安, 这跟我们上次课讲到的一样, 这个用一个词表达, 英语或者是中文的, 两个词的意思, 它表辞, your peace, 他的平安, 实际上是shalom, shloma的意思, 就是这个, 把两个词组在一起, 我们待会看一个, 看一个表, 可以看到所有的, 你的平安, 我的平安, 他的平安, 你们的平安, 我们的平安, 他们的平安, 在一张表里面, 都会有, 我们讲shalom这个词, 它会把所有的这种, 词尾, 加上了不同的变化的, 这种所有格, 把它列在一起, 所以shloma, shloma, shloma, 就是这个shalom尾部, 加上了一个hev, 你可以看到, 因为它不再是, 最后一个是mem, 不再是最后一个单词, 所以要恢复, 普通的拼写, 由这个面包, 变成了这个, 这个上面, 加一点点的这个样子, 一画, 然后这样一画, 是吧, 大家应该记得, 这个是怎么写的, 好, 这是shloma, 比上面这个shloma, 多一个大的音, shloma, 中音多的最后, shloma, shloma, 好, 那既然把这三个, 这个单词也抄在这里, 我们, 因为它不是个男, 我们把它一起, 该怎么读, 我们一起来练习, 第一个是非常好, metsu yang, metsu yang, 这个是形容词的阳性, 阳性, 它的阴性和负数形式, 我们这次不学, 不把它扩展的太多, metsu yang, 直接用单数阳性, 可以单独直接来使用, 就是英语的great, 非常好, 这个, 我问你怎么样, 说我非常好, 就是metsu yang这个词, metsu yang, 你看这里也写的, metsu yang, 是一个音, ts就是那个, ts就是那个, 发呲的音, metsu yang, metsu yang, metsu yang, 好, 那, 下一个, 这个大家都会, 下一个, 这个tov, 不算西南词, 只是因为, 放在一起, 我们好记忆, 它是, 比上面这个非常好呢, 低一点点, 就是, 就是好, 就相当于英语的good, 就好像这个metsu yang, 百分之百的好, 这个, 这个tov呢, 百分之八十吧, 那到kaha kaha呢, 就算百分之六十了, 刚刚勉强及格, 你要说它好呢, 它谈不上好, 你要说坏呢, 也谈不上坏, 反正就是, not bad, 在英语当中, 就是勉强, 勉勉强强, 一般般啊, 就是不好不坏, 是kaha kaha, 这个新写的时候, 是两个kaha, 后面一个hey, 然后重复写一遍, 跟我们上次课学的, 那个sof, 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这两个词一模一样, 来表达, 这里是一个形容词, 表达一般般, 不好也不坏, 勉强过得去, 那这是, 这是这个表里面, 所有的这个生单词,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练习一下, 第一个是shlom, 第二个是shloma, shloma, shloma, 第三个稍微, 配定一点, mitsu yang, mitsu yang, mitsu yang, 第四个是tov, 第四个是tov,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ahakaha, haha, haha, 好, 那我们, 尝试的读一下, 好, 哪位先来, 好, 王一鸣去手了, 好, 请王一鸣先来, shlom, shloma, mitsu yang, tof, kaha kaha, 谢谢老师, 好, 谢谢王一鸣, kahaha, 好, 真好, 我们必须, 读得都很好, 可以也很幸福, Melody, 请练习, OK, thank you, OK, shlom, shloma, mitsu yang, tof, kaha kaha, 好, 谢谢Melody, 是的, mitsu yang, tof, kaha kaha, 很好, 都读的是对的, 好, 下一位, 哪位来练习, 席老师, 我可以试一下吗, 好的, 桂兰姐妹, 请练习, 好, shlom, shloma, mitsu yang, tof, kaha kaha, 谢谢老师, 是的, 都很饱, 好, 谢谢桂兰姐妹, 好, 下一位, 谢谢老师, 我试一下, 好, 请练习, shlom, shloma, mitsu yang, kaha kaha, 谢谢, 好, 谢谢刘金姐妹, 都读的是对的, 好, 下一位, 谢谢老师, 我也试一下, 哦, 等一下, 谢谢, shlom, shlom, mitsu yang, tof, kaha kaha, 谢谢老师, 好, 谢谢雪平姐妹, 很好, 好, 下一位, 德英姐妹, 好, 谢谢, shlom, shlom ma, mitsu yang, tof, kaha kaha, 嗯, 谢谢德英姐妹, 大家已经掌握到这几个词, 该怎么足了, 没有问题, 好, 下一位, 谢谢老师, 我也练习一下, 好的, shlom, shlom ma, mitsu yang, tof, kaha kaha, 谢谢老师, 好, 谢谢燕子姐妹, 没问题, 大家都因此阻罪了, 好, 下一位, 两位来尝试练习, 谢谢老师, 您好, 我也尝试练习一下, 好的, 请练习, shlom, shlom ma, mitsu yang, mitsu yang, tof, kaha kaha,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满美快乐, mei su yang, 这个词不对, 是mei su yang, 不是, 这个粗是粗细的那个粗, 是, sul姐妹那个粗, 所以, 这个词读得不准, 他都是对的, 我满老师, 你要不要再试一遍, mei su yang, 这个词, mei su y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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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你在, 后面, 现在已经好一点了, mei su yang, mei su yang, mei su yang, 对, 再往外喷, 这个音量喷出来, 是醋, 醋, mei su yang, mei su yang, 谢谢老师, 好的, 就是中文那个促进, 粗细, 那个音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不是粗, 不是粗粥的粗, 那个音, 好的, 好, 下一位, 下一位哪位, 我来试一下, 好, mini, 请练习, 好, sirong, sirong ma, me su yang, to, kaha kaha, 谢谢, 好的, 谢谢mini, 都是对的, 好, 好, 下一位, 还有没有练习的, 谢谢老师, 我想练习一下, 谢谢, 好的, 请练习, shirong ma, mitsi yang, ho, kaha kaha, 谢谢, 嗯, 好, 谢谢小燕姐妹, 都没有问题, 好, 其他人还有要练习的吗? 好的, 没有了是吧, 好, 那我们就回到课文当中, 这个第一段的这个课文非常的简单, 它只有一个, 稍微我们往前看, 它只有一个问句和一个回答, 只有一个问句和回答, 那它的问题, mashlom imashya ha, mashlom imashya ha, 我们看到这里边, 刚才的这些词当中呢, 我们学了一个生词, 新生词在这儿, shirong和shirong是一样的词词, 但是呢,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问题当中呢, shirong imashya ha, 它这是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修饰, 这个imashya ha是shirong的修饰, 所以变成了, 这个, 你的妈妈怎么样, 这个shirong在这里是, 谁谁谁的状态, 谁谁谁的平安, 所以它的直译过来是, what is the peace of your mother, 你的妈妈的平安如何,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直译哈, 所以ma大家都知道了, what, 是吧, 我们原来总结了所有的这个关于, 问什么, 问这个关于what的这个句型, 虽然它翻译过来是, how is your mother, 不是what, 但是这个ma, 是所有的是关于, 关于这个什么的这个句型的, 通用的这个, 这个问句的这种标记, 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ma shlom, ma shlom, 这个shlom, 刚才我们已经读了, imah, im, 这个, alif, mem, alif, 这个是妈妈, imah, 这个我们在之前, 我们学家庭腾园那个课的时候, 大家都学过, imah, imah, 在这里, 我们现在正好是复习, imah, 所以我就不太, 把它放到新单词里面, imah, 那这里, 这个单词, imah, shlom, 你的妈妈, imah, shlom, 这个, 这个问题, 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 这个shlom, 是你的, 那他是, 对方是男的, 还是女的, 有没有人能回答我, 对方是男的, 还是女的, 这个shlom, 这样问, 谁能告诉我, 我们这个词是学过的哈, 对方是男的, 还是女的, 我们用shlom, 主人能回答吗? 老师, 我可以回答吗? 大家好, 请回答, 这个是男性的, 女性是shlom, 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 谢谢桂兰姐妹, 在笔写上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shlom, 是对方是男性, 才用mah, imah, 那如果对方是女性呢, 你要问mah, 因为在这个动画,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是一个女士在问一个男士, 她说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mah, 这个男士回答, shlomatov, shlomatov, 就是, her peace is good, 她的平安很好, 也就是说翻译过来, 中文正常说是, 她的状态很好, 她的状态还不错, shlomatov, 刚才我们已经学了, 这是新的单词, shlomatov, 她直译过来是her peace, 她的平安, 她的状态, 她的状态, 这么个意思, 是这样一个概念, 后面直接接, 具体状态怎么样, 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tov, 刚才我们学的那些metsu yang, 就是放在这个词的位置, 如果说她非常好, 太好了, 最近特别的活跃, 特别的健康, 特别的有劲, 然后看谁都很高兴, 那呢, 你后面就要用, shlomatov, metsu yang, 她非常好, 然后她一般一般, 还过得去呢, 就是刚才我们学的, shlomatov, 就是放在这里的, 所以刚才在视频当中, 她讲了, 这个shlomatov后面接, 具体的状况的, 这个形容词, 大家就可以换, 替换后面的这个词, tov, 刚才我们学的metsu yang, 学的kakakaha, 是放在这个地方的, 就是放在shlomatov后面, 那刚才我也问, 给大家讲了, 就是你的妈妈现在可好, mashlom imashlomatov, 就是问对方是男士, 那如果说, 对方的女士呢, 就是mashlom imashlomatov,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 我们再把这个视频再看一遍, 把这个视频看一遍,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练习当中。 Hey everyone, Alicia here. Welcome to Conversational Phrases. We've found that the best way to learn a language is to speak it from day one, and the best way to start speaking is to learn phrases that you'll use in real conversations. In this lesson, we'll learn conversational phras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s your mother? After watching this video, you'll be able to talk about well-being and ask how someone is doing.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some conversational phrases. Listen to the dialogue. Ma shlom ima shelcha? Shloma tov. Once more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Ma shlom ima shelcha? How's your mother? Shloma tov. She's fine. First of all, you'll need to learn how to say, How's your mother? That's Ma shlom ima shelcha? Listen to it again. Ma shlom ima shelcha? Ma shlom ima shelcha? This Hebrew sentence literally means, What is the well-being of your mother? But it translates as, How's your mother? In English. Now, how do you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pattern is, Shloma State of well-being. This Hebrew sentence literally means, Her well-being is State of well-being. But it translates as, She is state of well-being. In English. For example, She's fine. Shloma tov. Shloma tov. Shloma tov. Well, let's go back. We've just watched the first video. We've watched the first video. It's very simple. One question, one question, Ma shlom ima shelcha? 你的妈妈现在怎么样? 好不好? 回答就是, Shloma tov. 他很好. 就是, She's fine. 他现在还不错. 就是这样, 一位你答.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练习哈. Ma shlom ima shelcha? Shloma tov. 好, 那我们也来练习, 读一下. 好, 好. 徐老师,我可以试一下吗 好的,桂兰姐妹,请练习 好 谢谢桂兰姐妹 你问题问得非常好 这个回答的时候稍微 稍微sloppy,稍微凉潮了一点 好的 对,这就很好 谢谢老师 好的,我们下一位 好,王一鸣请练习 谢谢老师 好,谢谢王一鸣 就注意这个词 其实读的也是基本上对的 就是你要更大胆一些 好,谢谢王一鸣 好,下一位 可以试试吗 好,Melody,请练习 好的,谢谢 是的,谢谢Melody 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 都很流利 然后这个后面改过来就读得很好 好,谢谢Melody 对,这个地方我没想到是大家的一个要注意的点 这个马要拿出来 我要就是 我要就是 总快就读到Tov里面 把这个Shloma读清楚 Shloma Tov 好,下一位 谢谢老师 我练习一下 好的,燕子姐妹 请练习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谢谢老师 是的,谢谢燕子姐妹读得很好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都没有问题 好,下一位 老师 老师,我来诚细一下 好的,燕子姐妹 请练习 Mashlom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 Shlomato 嗯,是的 好,很好 你都一次都读对了 你变下来是对的 后面就把那个语调 学着这个视频当中 就可以读得更好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Shlomato 好的,谢谢燕子姐妹 好,下一位 下一位 下位我也练一下 谢谢 好的,薛平姐妹请练习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谢谢老师 好的,谢谢薛平姐妹 没有问题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谢谢 谢谢 Mashlom imashilha 是的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好的,谢谢 没有问题 大家读得都挺好的 好,下一位 好,下一位 薛平姐妹 你好,我也尝试领习一下 好的,请开启 Mashlom imashilha 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Shlomato 谢谢老师 好的,谢谢 王方老师 没问题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好,大家已经找到 读这个的诀窍了 好,下一位 练习 谢谢老师,我也想试一下 谢谢 好的,请练习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谢谢 好,谢谢小燕姐妹 就是回答的时候 那个Shlomato 别着急 就把这个词读完了 再读Tof 你再试一下 Shlomato Shlomato 好的,谢谢 Shlomato 谢谢 对,对 还是就不能着急 Shlomato Shlomato 好,谢谢 小燕姐妹 好,还有没有要练习的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谢谢老师 我试一下 好的,刘金姐妹 Mashlom imashilha Shlomato 谢谢 好,谢谢 刘金姐妹 好 从讨论 没有问题 是对的 好,其他人 还有要练习的吗 好,没有了 好,没有 我们看第二段视频 Here are a few expressions related to well-being that you can use with this pattern Great מצוין fine טוב so-so kacha-kacha not good Lot of Lot of Lot of 好的 刚才我们把几个新的单词 在这个视频当中 给大家展示出来 这个状态 非常好 好,一般般是不好 不好那一个Lot of 两个词大家都会了 Tov也会了 Lot也会了 所以实际上是四个 Mitsu yang Tov Aha-kacha 和Lot of 和Lot of 四个状态 都放在这个Shlomato的后面 所以我们 后面就把这四个词 是放在一起练习的 一个是Mitsu yang 一个是Tov 一个是Kafa-kacha 一个是Lot of 好,那 我们把前面这个 Mashlom I-Mashlom Shlomatov Shlom Mitsu yang Shlom Kaha-kacha Shlom Lot of 大家明白了吗 就是这个回答 Shlom 后面把刚才 这个四个词 放在里面 就是四个不同的回答 你的妈妈 现在怎么样 她的状态 非常好 Shlom Mitsu yang 她的状态 好 Shlomatov 她的状态 一般般 Shlom Kaha-kacha 她的状态 不好 Shlom Lot of 好 这就是四个 不同的回答 这里面 我没有把它列出来 就在这个表里面 Mashlom I-Mashlom Shlom Shlom Tof Shlom Mitsu yang Shlom Kaha-kaha Shlom Lot of 这个Tof 前面讲个low 就是not good 不好 好 那 有没有人来尝试 这四句话 就是一个问题 回答四遍 四个不同的回答 来尝试一下 Shlom 我可以试一下吗 你要看这一页 还是看前面那一页 你就把它放到前面那一页去吧 好 好的 Mashlom Mashlom I-Mashlom Shlom Tof Shlom Mitsu yang Shlom Kaha-kaha Shlom No Tof 谢谢老师 很好 谢谢贵兰姐妹 四个回答都是很清楚的 很好 王一鸣 你要练习 好 请王一鸣 谢谢王一鸣 你前面三个回答都对的 最后那个 他的状态不好 该怎么说 王一鸣 最后那个 是他的状态不好 Sh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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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以为你知道 Shlom Lotof Low就是 Lamed 后面这个Aleph 就是表示否定的 表示否定的 Low 我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制品当中有 就这个 Low Lo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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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good 不好 Shlom Lotof 你再试一下 Lotof 对 Shlom Lotof Shlom Lo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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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句子当中呢 用到了他的平安 Slo Ma 是吧 Slo Ma 他的平安在这里面 单数 第三人称 阴静 看到 这个表 这个是单数的 单数的大表 这边是负数 然后这个是 单数和负数的分别 那 第三人称的这一行 就是单数 他的阴性 就是Slo Ma 看到没有 Slo Ma 这里是He 那 之所以要用这张表呢 是因为我们刚才这个问句啊 你不光是问妈妈 也是可以问爸爸的吧 对不对 你可以问 Maslom Maslom Abba Sho Ha 你的爸爸的 就是现在怎么样 他的状况好不好 是一样可以回答的 那 这个回答 你就不能用Slo Ma了 因为Slo Ma是说 妈妈 他的平安 这个Slo Ma是指 女性的平安 Herpes 他的平安 这是女的他 我们中文都是读他 所以是Slo Ma 但是对于男士呢 你要说Slo Ma Slo Ma 这个所罗门的名字是一样的 Slo Ma Slo Ma 我们学的四个 非常好 好 一般般 和不好 Yitzu Yan Tov Kaha Kaha Flo Tov 这是说前面的这个 回答说 他的状态 就变成Slo Ma了 其他的我们先不看 其他的我们只看这两个 男士和这个单数的 这个女性 用Slo Ma 男性用Slo Ma 这个呢 是指的 指代的你问的这个人的 不是跟说话的人没有关系 跟我们这两个说话的人没有关系 是问这个父亲的 或者是母亲的这个平安 好 那我们在这里面 大家就抄一下这个Slo Ma 这个词 Slo Ma 在这里面和Slo Ma 区别在哪 就是最后一个字母 是Vav 这个最后一个字母是He 就读Slo Ma 最后一个字母是Vav 就是Slo Ma Slo Ma 你看在这里面他写的 His 或者是It Peace 他的平安 指代第三人称 阳性单数 如果我们问你的爸爸怎么样 Maslo Ma 就回答Slo Ma 这个我们把刚才这个问 问的句子呢 是可以扩展的 是可以扩展 那前面这上面这两个词 我们也原来学过 问你怎么样啊 你好不好啊 Maslo Ma Maslo Ma 这两个大家还记得吧 问对方是男士 我们就问Maslo Ma 对方是女士 我们就用Maslo Ma 这个这是我们学过的 第二人称单数的阳性和阴性 阳性和阴性 但是我们现在学到第三人称阳性和阴性 刚才我们学过的Slo Ma Slo Ma Slo Ma 是吧 现在就变成了Sl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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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用抄写这个词 Shalom这个词最后的 Slo Ma 这个词最后一个这个He呢 把它改成Vav 就变成Slo Ma了 所以大家在这里面就可以记录一下 我们刚才学的这个词子呢 是一个 好像一个枝干的词子 是一个可以变化 是可以变化的 下面的这些复述的 我们先不看 现在暂时不学 因为太多 变化太多 记不住 我们这次就学这两个 Slo Ma 和Slo Ma Slo Ma 和Slo Ma 这两个就好 原来学过的 我们正好是复习一下 Maslo Ma 和Maslo Ma 这次呢 我们就新学一个词 Slo Ma 南他 他的平安 这一个词 大家有没有记下来 记下来我们就把这一页跳过去 我们到后面的 句子当中来练习 给大家一点时间 我们抄一下 Slo Ma 这个词 放在和Slo Ma 在一起对照 Slo Ma 大家刚才也抄过了 这就是Slo Ma 现在这个 腰红加粗 也是跟我的规则一样 腰红加粗 就是众音所在 Slo Ma 众音在后面 Slo Ma 中音也在后面 Slo Ma 中音都在后面 都是放在最后的 你的平安 他的平安 好 既然这样 我们就把它放到 音乐当中 我们来练习 问你的爸爸怎么样 你的妈妈怎么样 不同的回答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Maslon 用Ima Slo Ma Slo Ma Slo Ma 不同的人 就是 你问不同的人 要选择不同的问句 Maslon Ima Slo Ma Slo Ma 是我们在视频当中学的 对方是男性 用这个 对方是用女性呢 对方是女性 我们要用第二句 Maslon Maslon Ima Slo Ma Slo Ma Slo Ma 那 正好放在这里 我们就一起练习一下 那我先来 我这两句都读一下 就把刚才我们学到的 问你爸爸现在怎么样 Maslon Aba Slo Ma Tof Slo Ma Mesuya Slo Ma Ka Slo Ma Loto 这个 把他 练习一遍 你爸爸现在可好 因为问句在视频当中 是问你妈妈现在可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内容改一改 就是你爸爸怎么样 把他的状态不错 那把刚才我们学到的 Mesuya Tof Maslon Loto 都放在里面 请哪一位来练习 Maslon Aba Slo Ha 这是问男士的 好 那我要提一个小小的问题 跟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在 我们在使用 名词和形容词搭配的时候 名词和形容词之间 是要用根据阴阳性来变化的 那如果这个名词是阴性的 形容词要变阴性 名词是阳性的 形容词也是阳性 那大家可能还记得 这个Shanatova 是吧 新年快乐 Shanatova Shanar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一年 一年 是阴性的 所以Tof 后面要变成Tofa 所以Tof这个词 Tof Tof Tofa Tofim Tofot 它是有 形容词 是有不同的变化的 那 这个 他的状态很好 他的状态不错 Shanatova 这个好理解 这是 男性的嘛 这是个男的 你爸爸怎么样啊 他现在不错 Shanatova 那前面我们学的 Mashlam Ima Shah Shanatova Shanatova 为什么不是Shanatova呢 有没有人能回答我 为什么是Shanatova 而不是Shanatova 正常来说 形容词要跟着名词 词听来变 为什么这里是Shanatova 而不是Shanatova 那你Shanatova 不是Shanatova 是吧 新年快乐 那这个Shanatova 为什么不是Shanatova呢 有没有人尝试回答一下 没有吗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Shanatova 这个词 名词 Shanatova 这个词 平安 是阴性的 还是阳性的 这个词 Shanatova 大家能猜一下吗 Shanatova 这个词 Shanatova 有人能猜一下吗 Shanatova Shanatova 它的结尾是Mem 就这个Shanatova 这里是Shanatova 如果单独拿出来 做成它正常的状态 Shanatova 它是阳性名词 因为没有阴性名词 词尾的标记 Gay或者是Tough 正常来说 这个词就应该是阳性 而它确实也是阳性 Shanatova 我把它拿出来 不是放在这个句子里面 Shanatova 它是阳性名词 那Shanatova 它是不是也是阳性名词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Shanatova 它的平安 是不是还是阳性名词 就好像 它的苹果 它的什么 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虽然所有格变了 是一个女性的她 是她的东西 她的平安 但是这个名词 它的词性是不会变的 所以虽然叫Shanatova 后面好像看着有一个 贝的结尾 Shanatova 看起来好像是 好像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但是Shanatova 这个词不会因为 被一个女性所有了以后 它就变成了阴性了 所以这里面Shanatova 雪冰姐妹回答了阳性 所以Shanatova 这个词呢 仍然还是阳性的 就是是一位女士 她的所有的东西 她拥有的一个东西 她拥有的这个东西 原本是阳性 就算是她拥有的 这个东西 仍然还是阳性 这个词性是不会变的 只有 比如说Shanatova 那个词 年 它这个年份 原本就是一个阴性的词 所以 就后面的这个Tov 就不能说Shanatova 它说Shanatova 这里也是一样 Loma Shanatova 这讲的是Harpis 所以她的平安 她的状况 她的什么什么 这个 她所有的这个东西 Shanatova 她的Shanatova 人们暗示一个阳性名词 所以后面要接Tov 不能接Tov 所以她的回答是Shanatova 而不是Shanatova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句子 都用的是阳性的这个单词 正好Shanatova 是一个阳性的单词 后面接的 它叫Tov 而不是Tov 那么以后我们可能用到 接触到其他的一些词 会用到Tovim Tovod Tov 那大家到时候不要觉得 我们可以用Tov这一个词 来形容形容词 这个名词 这个不对的 要根据名词的词性的不同 你要采用不同的形容词 但在这里 Shanatova 仍然是一个阳性名词 只是她所有的一个人 她是个女士而已 所以重点在这里 被修饰的这个词 它的核心 它的词性是不会变的 不会因为是女士拥有的一个东西 就变成阴性 这个相信在很多的语言当中 都是这样 它的词性是不会变化的 所以在这里 Tovima是Tov 不是Tovima头发 好的 那就这里一个小小的一个季节 这个问题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 是在这个课程的这个 问答这个集锦当中 专门有一个 这个网上有一个学员 他就问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老师他就回答 核心是在于Shalom这个词 而不是谁拥有它 Shalom这个词始终都是阳性的 所以 无论是谁拥有它 始终后面接着是Tov 所以这个回答 不管是Shalomah 是Tov Shalomu 也是Tov Shalomu 这个我的平安 也是Tov 不管我这个人说话的 是男是女 都是Tov 所以是Tov 或者是Tovah 还要想你 好 那 今天这个 比较简单的这一课 大概我们讲的内容 挺多的 我以为可以提前结束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等我说